我們要能夠聲援西藏 因為一方面 我們跟他站在同一個陣線 那另外一方面 其實西藏 他們也作為血淋淋的例子 教育台灣很多 坦白講 我認為台灣現在的 國家社會 還沒有辦法 像西藏的流亡政府一樣 沒有一個共產黨 所以 台灣其實要學的東西很多 西藏為了爭取自己的自由民主 以及自己的政府 他們不惜自焚 他們被種族清洗 他們被思想再教育 其實台灣也面臨過一樣的事情 我們現在講的也不是我們的母語 所以 看看西藏 想想台灣 是我們在作為現在社會 需要再砥IT再進步的事情 然後 我們再展望未來 看看香港 過去 中國共產黨 視五毒 為他們的五個毒品 這個五毒就包含了 藏毒 疆毒 港毒 跟台毒 而現在 變成了九毒 還加上了四川 加上上海 加上內蒙古 中國是一個很有特色的國家 它永遠在自己國境內找敵人 他們先跟西藏簽了和平協議 跟新疆 做這個什麼 兩族一家親 跟香港做一國兩制 他們在他們的國境內找敵人 在國境外找侵略的目標 作為一個這樣子的獨裁國家 甚至在通過港版國安法之後 大家要知道歷史上 只要訂定所謂代理人法的 都是視對方為敵國 包含之前美蘇人 在1938年到現在 美蘇兩國不斷的訂定對方的媒體 跟政治組織 為所謂的代理人組織 結果台灣竟然在莫名其妙 完全沒有得罪中國的狀況下 他就把我們設定為 這個需要揭露 為代理人組織了 而且不只是台灣 他在港區國安法的第43條裡面 他寫了 外國及台灣的政治組織 都有揭露他們這個活動的必要性 哇 中國一口氣跟全世界宣戰 完全不能理解 但是我們再看看圖博 其實有沒有法律 共產黨他都可以搞你 我們必須要從這些經驗裡面去理解到 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講道理 講法律的國家 香港去年也沒有國安法 上街遊行的還是被震爆 當初 圖博也是簽了和平協議 希望說能夠在同一個國體裡面 有兩個政府來運作 這件事情最後也遭到無情的打臉 所以作為新世代21世紀的民主自由陣營 我們必須知道在地緣政治上 在這個國際分工上 我們有自己要扮演的角色 台灣在東亞地區 在所謂的華人世界 都必須要繼續的 做捍衛這個民主自由價值的一個角色 讓大家覺得 我們不是沒有希望的 在這邊 經濟黨要跟圖博的每一位前輩說加油 你們的憲法 你們的民主自由 你們的精神 我們台灣人會永遠記在心裡 繼續加油 謝謝 謝謝 你在耳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